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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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到《蒙向編輯》的《笑聲蒙新闻》节目时段 本节有我许流山,在我们的新西兰 二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部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们今次回来讲讲香港的城市话题 我们经常都说,最重要是做人要有同理心 很重要,从小就要训练这一点 对于小朋友来说,今次我在学校里面的教育 都会对小朋友去老人院陪伴公公婆婆玩游戏吃饭 他们都会问,许长,为什么要我们去和他们吃饭 他们自己和自己吃就行了,老人院里面的小朋友 不好意思,不是小朋友 他们是老人家,全都是老人院 他们自己围着吃就行了 为什么要我们陪伴他们吃饭 他们自己玩就行了 会问很多这些问题 我一会再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会可以 对这些长者 要多给他们一些关怀 好了,有网民在柴湾区的朋友里面 出了个帖 这位小姐说 他早上大约6点多钟坐巴士 开到北角码头的82号班车 话说去到东区医院分站的时候 看到有个妻子好像不太力气 都站不到起床 哎呀,今天想下车也下不了 还是怎样的 于是者就说 阿婆,你不是需要帮助吗? 不如我们叫白车吧,好吗? 正常来说,真的 可以停巴士 那就等白车来吧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状况是怎样的 都不要乱动阿婆 那谁不知道呢 当有些乘客 可能早上早上在巴士上 闭目养神 发现到,咦? 为什么巴士停在那里不走? 于是看看发生什么事 看到有些人围着阿婆 也看到巴士司机 有些人可能在打电话 按按按按按按 究竟是通知自己的车长群组 通知回公司 这些事情 当有些乘客 知道原来有一位阿婆 在等着叫白车的时候 就马上 不是慰问阿婆 是指着阿婆来罵 那么坏啊? 哇 哎呀,上班而已 要不要这样啊? 万一 有时有些同理心 就应该的 万一 你自己有事的话 阻止整驾车 那别人指着你来罵 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有些人 都颇为自私的 看来 是吧? 直接离谱了 怎么搞错啊? 是吧? 即是他直接罵到什么? 喂? 阿婆 你不要阻止我上班啊 如果我阻止了 7月80日 还出街呢? 干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骂呢? 都差不多了 有些是单单打打 刚才我说明显的骂 真是你不要阻止我上班 有些人说 是的 明知自己身体这样 就不要坐巴士了 蛤? 你不让阿婆坐坐巴士的时候 摔多几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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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舒服 不可以的 谁知道 谁可以估计得到自己会有某个事 后是会不舒服才可以的 有不少人坐船 坐下云浪 接着你就骂他 你为什么坐船 明知自己云浪还坐船 發棋 跳海死了他 要不要这么说 哈哈 很过分 有人都说 哎呀 不如这样吧 找人扶他下车 再叫白车等 会不会这样呢? 哇 今天你一言 我一见了 自自浸 自自浸 那些 可能看阿婆 阿婆的视觉是怎么样呢? 我们记住了 阿婆坐下了 可能有一些见头云 但见到那些人 就在围着他 这个有一句 那一句 那一句 加上阿婆 又有些撞龙 就会看见到其人的眼神 带着 MICHAEL 一股很强烈的怨气 跳ttak 下车吧 下车吧 他就是快要死a 不用打巴士 落地獄 又 experien怎样 再看见 Nicht ev 起他几番 支水 尔夹 什么也好 等婆婆可以空氣流通一點,還圍著她在那裡吵 當婆婆找人給白花油,也沒有的時候 就跟那位出帖的姐姐說 哎呀,不好意思,我自己下車,好嗎?我下車再等 她有認那些人的要求,不如下車再慢慢等 坐在路邊也好,一定等救護員 姐姐這樣說,婆婆,你這樣下車的話,在街上摔倒,動不了 我們整輛車的人都會不安樂,良心過意不去 據說,這位姐姐不斷滑這句話 婆婆說,不用了,我自己下去了,沒事的,你不要妨礙我了,我不會妨礙我上班 你這樣下車的話,你摔倒一條街,就會看不到你了 你動不了怎麼辦,我們整輛車的人都會不安樂,良心過意不去 不斷地說,良心過意不去 整輛車的人 他們間接就單打人 沒有辦法打人,不是很意思 更加 就是叫做,再說下去 就是間接問,借著跟婆婆的這個對話 就讓那些人覺得,你良心過不過意得去 如果真是婆婆在街上有什麼事的話 你安不安樂 可能那些人都真的,像某些人說,還叫做有僅餘的良心 僅餘啦,應該就不多了 如果是的話,怎樣也好,都會叫他走一走 就是這樣,大家都見過,有些人要用輪椅上斜 我見過那些說話,我簡直是丟臉 司機通常是這樣的,會下車,停下車就下車,然後就弄個板出來 讓有個斜台仔,讓輪椅那位人士可以推上去 司機通常都會這樣處理的 我竟然聽到有人在喊,快點啦 快點,怎麼快呀? 沒什麼快的,你怎麼快才行的,你是要時間的 這些說話,說得出口才行 我自己是難以理解的,我是真的很難說得出口的 這些例如行動不方便 但人家也要出街,也要去自己上去的地方 去上去的話,自己走出去,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他一直上車,一直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都說了很多聲音,我見到有些人說,嘩 不要坐車了,那不坐車怎麼辦 有些人說,坐的士還是怎樣 有些人會這樣的,我們剛才提到 你沒理由跟外婆這樣說的,什麼名字身體這樣就不要坐巴士 害怕你自己身體不好 你就不要妨礙人,就坐的士啦 要是你不出街,要是坐的士 就是這樣,外婆努力了大半世人以上 有時候有些人很不懂得體諒這些長者 也要貢獻了香港 就算你不要管做什麼職業也好 總之都是有貢獻過的 你這樣的話,很沒人性 有些人也說 起碼還是一個很好的姐姐 去正義地出手援助 很難得的 沒有人說會扶他 或者問問他有什麼協助 另外也有見過有些 這個也是頗為自私的 反而是涉及一名傷殘人士 這個是我親身的經歷啦 就是有一次我在地鐵上車的時候 然後閘一開 就走進去 在走的期間 就有一格坐著輪椅的人 那個輪椅不是手推的那種 是電動的輪椅 在我走進那道閘門的時候 他就那一刻爬我頭 然後嚇死我了 為什麼突然有個輪椅飆在我前面呢 然後這個人就扔了一個靚彎 把他的輪椅拍到一邊 那個輪椅呢 剛巧就在我的腳前面 即是自私的人 不一定是沒有殘障 連殘障的人都可能是有自私的人的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今次這件事件 即是出現這些人 在背後說三道四 即是看到有個阿婆 在巴士裡面 不舒服 有個好心的人 幫他喊救護車 但是有些其他人 在背後說三道四 其實我覺得 這個香港社會是這樣的 即是很多都很躁動 很躁動 有些電力店 當你付錢的時候 例如你要數 例如那包 維他奶 可能是九個多的 身上有些蠔子 打算數出來還是怎樣的 可能只不過是慢了大概五秒到十秒左右 可能是等不到的 我看到前面 即是在我後面有一個人 即是在我旁邊 即是在我旁邊 就馬上 即是在我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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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香港也試過 有些不是那麼好 有些很火爆的人 即是有看他的樣子 有個叔叔 因為我回到香港那八天 有一天我跟舊朋友 去踩單車 踩單車的時候 有個小侄 他很小 他推駕單車 打算去玩的時候 不小心推到一個哥哥的車 他就亂拍的 滾了在底下 然後斷了車尾的小燈 然後我聽到聲音 單車跌了在底下 我幫哥哥扶回單車 幫我的小侄扶回單車 然後有個哥哥走過來 他這個小子 弄壞了車尾的小燈 你不要走啊 要不要賠 我賠償啊 誰不麻煩 過來 然後我心裡 什麼事啊 然後我還在冷笑 那時候我脫下口罩在喝水 他問我笑什麼 笑你 笑你 笑什麼好笑 笑你就是笑你 你有什麼燈 值得什麼錢 多少錢 問一下問一下 要陪你過來找我 後來就不用賠 人家說掉了就掉了 有他 這些人小提大做 如果換了另一個 可能跟他吵架 就可能在租單車的火車裡 抽也不行了 很麻煩 他來挑釁我 問我笑什麼 笑你 有時候有很多這樣欺騙的人 還有很心急的人 如果心急 有欺騙的話 這種人是最麻煩處理的 就開始吵架了 就打架了 很容易的 很容易著火 幸好這是一個老婆 可能年輕人的話 可能會扯開你也不一定 鬥腳踢你下車 走啦 坐住了 司機下車 輕人輕人 再下去吧 拚你下去 廢青 拖你下去 拖你下去 你說你不是廢 無緣無故都暈倒了 年輕人 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会认为这些 因此这位阿姐也说希望大家多一份同理心 我会教导一些学生 其实他们跟这些同辈的长者一起 他们不是不开心 但希望想多一些另一些人的关怀 他们会不会被年轻的一代或者社会遗忘 遗老谈来谈去都是差不多年纪的长者 说来说去都是日本儿子三年零八个月 例如共产媒万岁冯宝宝 他们说不够开心 他们觉得如果有新一代的人会愿意关心他们 聆听他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也会跟学生这样解释 有时候有些家长带他们去卖旗 带他们去做这样做那样 但他们未必明白背后的原理和道理和动机 所以通常换了我 我不只是希望学生拿来打卡 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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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面试 去做面试的组织 让学生看到原来去做卖旗 原来去哪里做义工 哪里做什么 不够的 个人的品德 怎样去提升呢 这个很重要 虽然许sir的品德都是一样的 我们先说到这里 希望这位阿婆大家多习惯她 其他讲节目以后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